目标和使命在OKR中是相辅相成的 它们都具启发性和易于记忆 关键区别在于时间的跨度 目标对应的只是一年或者一个季度 使命对的时间要更长一些 使命让你保持正确的方向 OKR给你明确的里程碑 让你更专注 实施OKR却没有使命 就好像有了汽油却没有飞机一样 不仅会让公司管理混乱 方向不明确 甚至还有潜在的危机 当你有了使命 再去确定某个季度的目标 只相信就会明确的多 你再也不用觉得什么事情都需要做 你会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应该做什么事情 一切都在计划之中 这时你可以做一些更有挑战的事情 因为你已经有了明确的方向